小朋友一身闪亮亮的绿色装扮 载歌载舞传递幸福精神 可爱模样融化不少人的心 福智基金会在文新森林公园 举办幸福台中嘉年华活动 不少家长带着家中小朋友 一起到场参与 福智文家基金会呢 跟莫年华基金会一起合办一个幸福台湾 在台中呢 除了我们有葬送这样的音乐会之外呢 在我们附近周围 我们有一些上榜行业 还有一些新鲜有机的一些食品 来跟大家结善缘的部分 然后我们也呈现了基金会的这边的一个 福智的一个理念呢 就希望能够把好的有机健康 社会人心的部位能够更健康 然后更正面 我们常常在讲台湾最美的就是人 那人的心灵提升呢 是需要靠教育 那福智文家基金会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教育单位 今天展出呢 不止只有知识上的提升 还有很多理人 那理人的这个有机食品 在食品安全非常重视的今天呢 我觉得对这个社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跟概念 那欢迎大家都能够来这边一起共襄胜举 这么好的一个理念的教育呢 是需要大家一起来做的 除了精彩表演之外为了传递食安 亲子教育以及生态环保等正向观念 现场也摆起了宣传摊位 教导民众透过简单蔬食 手做DIY等等 让生活更健康 很热闹 很温馨 也知道一些那个环保的观念是不是 知道知道要种树啊 要减缩啊 还是有机的 另外现场还发放小树苗 让民众能够免费带回家 透过一人一树的力量 让地球能永续发展 树苗将近有两千棵 那有四个种类 尤其是呢 那三樱花呢 代表台中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长远的美丽的象征 那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响应 虽然活动遇到台风搅局 现场飘起零星小雨 但是仍不解民众参与活动的热情 也因为健康环保意识抬头 让每位民众都成了守护地球的重要关键 接下来中风流军 台中采访报道